我在洗頭髮正常要戳頭髮 然後就一大把 他多到就是你拿水沖 就是又很難沖掉 年僅19歲 頭髮卻是大把大把掉 女姐越說越無奈 疑似打疫苗附作用狂吊法 對比先前髮量明顯變得較稀疏 但更令他崩潰的是 生理期來了半個月都不走 就是覺得很可怕 看新聞他們都是莫德那邊 出狀況 然後也沒想到BNT也有 有是血塊狀 而且還是不斷的 一天甚至要換四五片 你也用心 新北這名成姓女子因工作需求 12月中打了BNT第一劑後 生理期血流不止 嚇得她急忙到婦產科掛號 吃了停經藥立即見效 但一沒吃就繼續流 大姨媽整整來了 兩個星期 我吃完藥大概八小時之後 怎麼又繼續流 身體整個人就是很虛脫 沒有力氣 然後血色嘴巴都是白白的 成果第一劑不是症狀 但沒想到2月9號再次接種BNT 越是又提早報到落法家具 嚇得女子直呼完全不敢打第三劑 驚奇大亂生活嚴重受影響 這個疫苗本身就是一個免疫機制的問題 會造成我們的驚奇混亂 建議她打打的汗 換一下莫德納可能試看看 因為她很顯然BNT 對她這個體質來講是不適合 妙齡女打疫苗預防卻越是狂流 還越來越突 健康的身體全變了樣 她也通報不良反應尋求救濟 只希望能找到方法恢復以往 別讓自己活在恐懼之中 記者葉維林 彭新美 新北報導